今天早上 早上 早上 有山東紀委人員後悔入黨 也有北京的民眾意識到入黨受騙 他們都聲明退出中共組織 好 一起來看這一期的退黨精選 《滋伯》的夢令歌說 我是大陸山東滋伯地區的一名紀委人員 近期受邪黨脅迫 正在履行入黨手續 寫了入黨申請書 本人深感後悔 嚴正聲明入黨申請書作廢 退出邪黨的一切組織 退出團隊 筆名與情的北京人說 我曾經因為受騙 被動了成了一名中共黨員 如今 我瞭解了法輪功無辜的 被中共殘酷迫害的真相 所以我要與中共惡黨決裂 我要退出中共惡黨及其附屬的共青團 和少先隊組織 做一個孝順的炎黃子孫 中國大陸民眾有的不相信中共的歷史 有的不相信中共的宣傳 他們都聲明退出中共組織 大陸的甄福說 我是河南宇州的一個60多歲的人 研究熟悉中共的歷史 知道大地主劉文才 所謂水牢的故事是假的 所謂的周八皮其實只有200多亩地 是他闖關東之後 節衣縮時買來的 他其實是個大善人 他經常讓他的工人比他自己吃的還好 共產黨欺騙百姓 現在更是說的是為百姓 其實每一項政策都是為他自己的 聲明退出邪惡的少先隊組織 北京的福明說 共產黨快完了 共產黨撒謊 欺騙新聞聯播全是假的 我許多年都不看新聞聯播 還有它的電視報紙等 我不看 不信它 沒有共產黨 中國人才能活得好 我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 做個好人 求得福報 濟南有16名民眾因為看了 《共產主義終極目的》一書 而聲明退出中共組織 一起來看他們的聲明 濟南 孫平山等16人說 我們是大學的教職工 大法弟子給我們看了 《共產主義終極目的》一書 徹底看清了中共的目的是把人帶入地獄 和平時期害死了8000多萬人民 退出中共黨團隊 退垮邪黨 才能有新中國 遼寧的國洞說 我是一個70多歲的老人 年輕當過兵 多年受中共邪黨毒害 今天在此聲明退出共青團 和少先隊等中共邪惡組織 我知道中共邪惡 以前被中共洗腦和怕心 做過對法輪功不敬的事 其實內心知道共產黨真壞 大陸民眾在海外瞭解到中共真相 聲明退出中共的各級組織 一起來看這一期的退黨精選 王磊說 本人來到美國後 從多種渠道瞭解中國共產黨 對中國人民所做的惡行 我深深感到加入這樣一個蔑視人權的組織 是非常錯誤的 我現在在網上鄭重宣布 退出中國共產黨 以及一切與共產黨有關的組織 楊振山說 鄭重聲明 退出中共邪黨的共青團組織 其實我並不喜歡中共 當然也不願意接觸 我只為正義而戰 聲援3億勇士退黨的遊行隊伍 包括法輪功天國樂團和橫幅方鎮 從北界路南澳總督府前出發 途經王子大道 終點抵達中國城 許多民眾在街道兩邊駐足觀看 紛紛拍照 為遊行隊伍鼓掌 有民眾表示 反對中共對善良群眾的吐露 遊行過後 法輪功學員 當地民眾 當地社團代表 以及國會議員等 在市中心的維多利亞廣場集會 來聲援3億大陸勇士退黨 綠黨國會議員 Tammy Franks表示了 她對三退活動的支持 旅居澳洲的美國人羅蘭斯表示 中共迫害法輪功學員是錯誤的 許多民眾在徵簽表上簽名聲援 還有很多大陸來的同胞也紛紛拍照 閱讀資料或傾聽退黨義工講真相 許多人當場聲明退出中共黨團隊 新唐人記者倩希 揚揚 澳大利亞阿德雷德採訪報導 首先來關注中國的消息 四川汶川大地震10周年即將來臨 當年因調查學校豆腐渣工程被判刑五年的談作人 2014年出獄後一直沒有放棄追查事件 他主張透過法律方式推動當局解決問題 但也承認 地方法院沒有依法立案 四川維權與環保人士坦作人5月3號告訴新唐人 他建議遇難學生家長以民事訴訟方式依法維權 事實上 從2016年開始 談作人就給中共當局最高領導層提出公民建議書 要求當局調查地震造成重大死傷的原因 是否存在豆腐渣工程 他們依法維權的話必須有個依據 就是當年究竟有沒有豆腐渣工程 一些地方的官員說了不算 因為他當初一些沒有做任何研究 就說沒有豆腐渣工程 而我是做個初步調查的 不知道確實存在的 談作人認為 當年主政四川的官員已卸任或下馬 現在是國家領導人在啟動調查的好時機 據官方公布 汶川大地震共造成近7萬人死亡 3萬7千多人受傷 1萬7千多人失蹤 其中中小學生5,335名 日前有一些家長試圖到北京上訪 要求中央兌現承諾 落實他們的訴求 但遭到地方政府攔截 據報導 四川德陽學生家長曾多次向法院提出 校方責任保險明示賠償訴訟 但立案申請均遭到拒絕 法院還說凡是地震的案子都不予立案 談作人指出 2015年司法改革後 立案審批制已改為立案登記制 這些家長到法院要求立案是行使自己的權利 任何打壓都是違法行為 新唐人記者長春、陳傑、施怡君採訪報導 最近有報導指中共政府資助研發的一種 新的大腦監控技術設備 也就是所謂的智能帽 目前 中國各省已經有多家工廠、國有企業 及軍隊人員的腦電波受當局監控 當局讓這些人戴著用於監控腦電波的帽子 及時掌握佩戴者的情緒起伏並加以控管 有學者表示 人腦監測已經將侵犯隱私 帶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從人臉識別、聲紋識別、DNA採集 到可穿戴腦電波、情緒監控設備 中國進入全民監控時代 最近在中國有企業要求員工佩戴裝備 讓公司監控他們的情緒 以提升所謂的服務制素 4月30號 香港《南華早報》報導指出 大陸杭州中恆電器公司採用了這項新科技 讀取工廠員工情緒和腦部活動 配戴類似安全帽的裝置 可以透過裝置監控員工腦電波 並及時傳送到公司電腦 報導說 這是由中共政府資助 寧波大學研發的一種名叫Neurocap的 大腦監控技術 這個所謂智能帽的設備 能夠對工人、司機、學生等人群的情緒 進行實時監控 據了解 目前中國有十幾家工廠和企業都在使用 當局強調 是用智能貌 使加強競爭力以及維護社會穩定 這個不叫穩定 這個叫控制 那肯定是不人性的嘛 人都變成機器了嘛 那肯定不行的 什麼穩定不穩定 我覺得都是維護他們的這種特權利益 穩定 你要實現了法治 一個國家實現了法治 實現了公平正義 它就是最好的穩定 對於大腦監控 北京師範大學管理心理學教授喬治安說 這項技術雖然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給企業帶來更高的競爭力 但同時也可能會被當局濫用 借以達到控制民眾的思想以及侵犯其隱私 這種做法有如思想警察 喬治安直言 人腦監測已將侵犯隱私 帶到一個新的境界 去年11月 中共媒體新華社報導 腦機交互技術已在中國應用於醫療 教育 交通等多個領域 北京 武漢等部分學校已適用一款腦機交互投環 學生在課堂上戴上投環 老師就可實時監控學生注意力情況 廣東維權人士賈品對自由亞洲電臺表示 所謂的通過監控情緒提供安全 他從來沒有感受到 而使用儀器對人的大腦進行干擾 這個卻很多 賈品還說 中共過去一直使用高科技打壓異見人士 包括政治犯 後來發展到訪民和中共認為給他們帶來不穩定的人身上 中共研發一系列新科技 並推出網絡安全法等新法規 將監控和審查滲透到人們日常生活的各領域 美國網絡雜誌《商業內幕》 近日總結了中共監控公民的十個方式 包括在多處使用臉部識別技術去搜尋或抓到目標 觀察人們的網上購物 通過應用程序和社交媒體來監控民眾等 一個追蹤14億公民的巨大監控系統正在中國形成 中共鋪天蓋地的監視 即使隱私被侵犯 老百姓也無從抵抗 武漢市公安局消息說 週六 武漢市副市長李忠因為涉嫌嚴重的違紀違法 已經被審查和監察調查 李忠曾擔任武漢市洪山區區長 武漢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主任等職 2017年2月份 任武漢市政府黨組成員副市長 湖北省是中共江派的窝點之一 18大後 湖北官場多名官員被查處 包括前湖北政法委書記吳永文 前副省長郭永明 湖北省政協副主席劉善橋 其中吳永文 郭永明都是朱永康的親信 據明慧網報導 李忠擔任武漢市副市長期間 對當地公安部門迫害法輪功學員負有責任